欢迎收看以色列新闻 今天是2023年9月29日星期五 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周四表示 以色列打算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其安全 同时预计与沙特阿拉伯签署正常化协议 与沙特阿拉伯和平对以色列来说是一种祝福 但与此同时 我们正在尽力评估风险 并确保我们朝着正确和负责任的方向前进 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 皮斯托里乌斯签署了一份文件 启动以色列飞舰三型导弹防御系统向德国出售的交易 这项价值35亿美元的交易 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工业历史上最大的交易 总检察长加利·巴哈拉夫·米阿拉 已批准了警察局长雅各夫·沙夫泰的请求 允许使用由以色列公司NSO Group 开发的监视间谍软件Pegasys 该软件只在渗透运行苹果和安卓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 并将其变成全天候监视设备 用于调查一个五名家庭成员的谋杀案 以色列已被纳入美国免签证计划 允许以色列公民从11月30日起免签证入京 以色列人必须持有生物识别护照才能获得免签证 祝鹏节今晚开始 为期7天 这是一个充满欢庆的节日 人们在临时搭建的小屋内用餐 唱歌 跳舞 并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庆祝活动 这是为了纪念犹太人出埃及后 在旷野漂泊40年 随后是八日节和欢乐的拖拉节 八日节标志着祝鹏节的结束 人们会在这一天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拖拉节标志着拖拉的阅读循环的结束和重新开始 在这一天 犹太会堂会将拖拉卷展开 并读完最后一节 然后立刻开始读第一节 已是拖拉的无限制循环 此外 人们会在会堂里跳舞 唱歌 庆祝拖拉的重要性 并在社区中分享欢乐 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